拉菲兹今早带着一些文件现身布城反贪会总部举报纳莎鲁丁 拉菲兹声称根据一名前高官 反贪会在调查一马公司案件时 曾经发现有资金汇驻一党前领袖的户头 因此他今天投报除了希望纳莎鲁丁受查外 更希望当局继续追查一马公司案件 拉菲兹促请反贪会尽早采取行动 让人民知道哪些政治人物收取不明资金